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盐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二早上的9点54分 加权指数跌19点 最多跌23点 23点不多 OTC是跌了0.4% 0.4%其实也不多 可是个股表现就不一样了 目前在发布财报阶段 好的会上 坏的会下 今天比较可惜是量剩下920亿 920亿可见得明天的假期 很多人心里面还是有压力 我一直在看数据 也一直在做很多跟投资人的接触 让我的感觉了 投资人真的很没信心 你看这一波段的上涨 1700点 很多人根本都不敢买 融资只回来大概20%而已 之前下跌少了750亿 上涨值回来140亿而已 你知道昨天融资大减19亿 两天 第二个月是跟第二个月 两天融资大减了26亿 昨天外资只卖3亿而已 台子其进多丹 又加仅加2千块 所以昨天外资没有退 可是散户拼命在杀股票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盘是很容易反弹上来 这样的结果 这个盘很容易反弹上来 尤其今天晚上美中贸易要开始谈判了 昨天美国跟欧洲继续涨 你看美国根本没有下来 美国根本没下来 纳斯达克在创历史新高 欧洲的部分也是一样 都没有下来 德国都没有下来 还在创新高 亚洲股市的部分 昨天大涨 今天做了一些回档 弱势的大陆股市今天 开始回升 因为大陆有 一个礼拜的五一假期 所以涨了45%之后 大涨45%之后 有一些获利了结盘是正常的 那台北股市我们没有假期啊 结果大家吓得在砍股票 很多股票跌得很深啊 二十党地雷股 这二十党地雷股 几乎全面暴跌 几乎全面暴跌 所以心里面的不安 导致于很多人会去乱杀股票 那当然涨高的卖就算了 如果是底部的 那你不要去乱砍 第一步你不要去乱台啊 你看这二十党地雷股里面 310文贸 这个大家都知道上礼拜五 就已经空了 包含励志 也是跌幅很重的 3508贵数 这是昨天昨天放空的股票 很多人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告诉你 因为节目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告诉你 我在上礼拜六礼拜天演讲 这二十党地雷股都已经有送了 你有来参加的人你就知道 总而言之你要去避开 业绩烂的 业绩烂的 涨很高的 像那二十党地雷股 担起来都可以空 有摊上来都可以空 摊上来都可以空 那如果是业绩好的呢 业绩好的 只怕不压回 压回都是买 好 只怕不压回压回都是买 负责用现在是小跌 连续两天涨 这水市也穿出去 这个业绩相当好 这业绩相当好 元泰 虽然说短线压回 我们昨天三十七块钱出掉了 我们每一次股票都会有停损停利点 我们昨天是破三十七就全部获利出清 对加部委 三十五块钱买的 三十七块钱出清 可是外资没有走 外资还是持续在加码 所以像元泰 这也是有机会 随时会供出去的 大成钢 这个底部也打得差不多了 第一期大概会有一块到一块半 所以大成钢也是随时会动的 赚钱 我在等丫头买点 我们六十一块钱出了之后 我在等丫头买点 所以重点在看个股 只要基本面好的压回来 其实都是好机会 大家可以好好掌握 那如果业绩差的 只要有拉高都是空 只要有拉高都是空 昂保 今天跌比较多 我今天昂保也是180 180元停损出掉 因为今天早上 昂保发布财报 第一季财报1.92 8季最低 那没办法 他临时发布财报 你该有的停损 动作还是要有 没几块 没几块 所以现在就在发布财报期间 你要特别注意到 是一些财报的数据 好公司底部 压回来都是机会 旺宏 压回来昨日年限以下 旺宏也是年限以下 这个整理完之后 一样还会再涨 我们来看一下被动元件 今天工具机就很弱 所以是提醒你们 工具机第一季的业绩 落差很大 衰退了30几% 不要去乱追高 抢个短就好 不要去乱追高 今天工具机果然 全部都转弱了 来看一下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昨天大跌之后 今天稍微回稳 可是 不要去乱追 这个业绩比较有问题 环球金目前跌5元 这个压回要注意 不要乱砍喔 昨天德国试创公司 一度大涨到3% 收盘的时候涨2% 然后目前报纸上面也有很多 什么12寸细晶圆报价要降 这跟环球金没关系 环球金走合约价的 对它不影响 可是很多投资人就是这样啊 任何一点点的状况 就会逼着它去砍股票 环球金 压回来随时会再攻喔 27天时间也还没有结束 27天也会继续跌 所以不用怕时期都会乱跌 那如果没有错的话 等一下就会开始搬铜了 环球金 业绩最好目前股价也在连线以下 时期也乱跌 随随上来 好总的言之 现阶段在财报发布期间 都是个股的天下 你可以买底部的GEO股 放空高档的GX股 两个方向共同来做 两个方向共同来做 那你想要做放空的 20档地雷股 这20档地雷股 有反弹上来都可以空 想要操作放空的 换加入我的行列 我带你一起来做空 当然这是短空而已 在财报期间的短空 我的负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